回应北京对两岸统一的论述 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提出所谓四项坚持 表明两岸互不提属 立即就引起对岸强烈抗议 甚至在台湾也有人指责蔡英文故意挑衅中共 不过他们就似乎忘记了 他所说的除了是不能抹杀的历史和现实 也是台湾未来走向的起步点 没错蔡英文的论述的确是有前总统李登辉 1999年所谓两国龄的影子 他的四项坚持 即是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提属 坚持主权不用侵犯拼吞 以及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是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等 这些说法不来是依据民进党的党纲 他擅述当然李登辉的主张 也就是说所谓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以及两岸关系是所谓特殊的国和国的关系 不同的是 李登辉强调中华民国是始至1912年 来到标示海峡两岸的宪政来源是各有所依 并行不悔 但是就没有突出新建立的民主政体 22年之后 蔡英文的表述就将他的遗留视为重点 强调90年代的修宪是有两大的特点 一就是台湾是还政于民 由全民选举去产生政府 二就是所谓中华民国只是限于台湾的地区 打脱了国民党戒严40年来的政治空想 也就是说不再致认他应有的领土除了台湾之外 还包括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 换言之 蔡英文不爱是讲出台湾的历史和现况 1996年以来 台湾总统以至立法机关 全部都可由人民直选产生 这个不要理 北京是不是喜见乐民 但无可否认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 台湾的新宪政秩序 也都代表放弃了 蔣介石 蔣经国年代的所谓 茫茫在举 反攻大陆等等的反共主张 从台湾政府看起来 他们只求现况不变 而不再图谋中国大陆的寸地骗土 他们会认为这样 过去海峡两岸 由各共争族代表全中国 以及由此而来所产生的敌意 也都应该烟消云散 不过从北京看起来 偏守台湾的中华民国 不再争议中国大陆是他失去的领土 主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可以放弃台湾是属于他版图的一部分 更不能接受的是 经过四分一世纪的发展 加上政党和平临替执政 台湾已经逐步巩固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 并且是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来抗衡北京统一台湾的论述 过去北京的统一论述是以一个中国为原则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是中国唯一的代表 这样两岸统一自然就是由北京去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 台湾最后就会降格成为类似香港 但就享有更大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 正因为这样蔡英文政府声明台湾的距离 是不涉及中国大陆 也都无意代表所谓一个中国的企图 来脱掉被统一的政治宿命 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破局 也是台湾人无法接受统一的关键因素 特别是国安法之下 香港的自由民主迅速倒退 谁在台湾主张以所谓一国两制去统一两岸 就形同政治自杀 加上台湾的宪政体制是类近西方国家 政府权力完全是源自人民 自由权力得到保障 而且经济表现不足 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台湾排名是全球第十三 中国排名只是七十 台湾过去数十年来 是建认了民主和经济发展是相互相成 因此两岸统一所引起的疑慮 除了涉及如何确保自由民主权利 也是关乎经济民生 是不是能够持续发展 应对这些新课题 北京是需要新思维是开阔局面 共创商营的统一园境 相反 北京是收窄了政治的空间 过往强调所谓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双方从中是探讨共同基础 再走向统一 但近年 已经敲定以所谓一国两制 作为两岸统一的既定方针 台湾如果不赞成这种方针 等于对话也没什么意义 再者 北京不断以军力去侵扰台湾 但10月1日到5日 就有150架军机闯入台湾的西南空域 也显示强大的军力 摆出敬走伏走任军选择的架势 但问题是 香港式的一国两制 对台湾人只是反面教材 北京需要是另一匹天地 争取台湾人的认同 而不是强人所难 而同时 以武力威嚇 制造民间恐慌 来到逼令政府让步 去接受一国两制 统一台湾 更往往是会识不其反 民众变得恐惧北京的话 恐怕是只会更加抗拒统一 当武力威嚇主导台湾的政治议题 无疑也是有一次制造时机 令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的集体危机之中 取得强大的民众支持 只需要看看 蔡英文四项坚持的强硬姿态 在野国民党 即使骂她是挑衅中共 分裂国人 其实也都出于保守台湾现状的本土意识 究竟市民又有哪会跳出来 为一国两制去背书呢 我是杜耀明 今次的评论到这里为止 下次再会